韩国是有那个女校啊 女校男校 还是有这种 区别开男生跟女生的 就是你会选择这样的学校 给自己孩子上吗 首先呢 据我所知啊 在韩国就是分男校和女校 是从初中开始 或者高中开始 才能分男女校 然后呢 分男女校的好处 就是在家长来说 可以避免过早的接触异性 他那个管理上非常的 就是更加的就是统一化吧 所以那在初中和高中 这个阶段是学习的重要的阶段 所以避免去接触异性的话 那么可能让他 能更专注的学习 集中在他的学习上 然后呢 还有一个要说的 就是韩国呢 我看的时候啊 到小学为止 还是属于就是快乐式教育 这跟咱们国内还是不一样 跟中国人 中国人其实我觉得 感觉是到幼儿园吧 大部分的妈妈 我看到的 他们就是选择了就近入学 比如说你住的地方 这附近有哪些中学 那你就就近就去那个中学 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 选择性的困难 我一定要给他送到这个学校 或者那个学校 所以男校或者女校 这个并不是选择学校的 一个标准在我看来 那么当然 当然就是比如说像 因为韩国是这样 它地方比较小啊 不像国内 咱们是比如说 一个省有一个什么省校 很有名 那么我不可能去北京上学 我父口在这儿 对吧 但是韩国是全国来回串的 就是说 在韩国比如说那么 比如说高中有识所 很有名的高中 那么这个高中 是全国范围内招生的 那么比如说 就是初中也是这样 就是我 我全国范围内的 比如说我是在福山 但是我可以去全罗道上学 如果他这个高中 很好的话 那么我参加他的面试 如果过的话 我就去那儿 那么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一般好的学校 不错的 都是住宿的 就是周末才能回来 平时就是在学校 他有一个集体式的管理 那么要求的是什么 小朋友他能独立学习 就是不受任何规划 不受任何影响 就是我自己 有自己的学习 就那种独立性 很强的孩子 就是学习性的孩子 那种孩子 他能去好的学校 一般我估计可能百分之七八十 大部分的孩子都是进入普通的 就是属于义务教育吧 算是 就是只是一个基础的教育 然后这样 就是跟着这样 上就OK了 所以我觉得男校和女校 并不是这个选择的重点 然后还有就是 刚才不是说了吗 就是安国的妈妈 在孩子的这个人生上 是起独导作用的 所以这个孩子以后 他是学习型的 或者是他是什么样的 都是妈妈来做决定的 这个妈妈如果说 从小就觉得 我要把我的孩子 弄成律师 那么可能 他从很小的时候 就让他学习语言 学习什么 什么什么这种知识 然后一直让他 上各种学习班 补习班 然后一直推着他 到最后让他考入名校 这是妈妈做的 所以在韩国 我看到的是 公立的学校 并不是重点 重点的是这种私教 就是私人的教育 就是比如说 请家教啊 或者送去学院学习啊 或者补习班啊 或者是现在最近 很流行的在网上 看名校的指导啊 报班啊 这些都是 就是私人的教育 这些 所以 我看你当时 问我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在韩国 有没有义务制教育 其实都是义务制教育 不需要花太多的钱 学校的教育 就是大中化的 但是如果你想出精英 你家的孩子 希望有出息的话 你肯定要有大量的资金 来投资你的孩子 投资什么 就是私教 要不就请家教 要不然就去学院 要不然就是 怎么样 反正就是 培养了这部分 全都要自己负担 所以在韩国 这个是讲积分化 很厉害的 越有钱的家庭 越有背景的家庭 他的孩子 当然越有出息 为什么 他从小受到了教育 这个私教 他的投资 是不一样的 那你普通的家庭 你只根据这个 就是你只送到 学校的这个地方 那你就是排 这样一个好的心态吧 我觉得 这是最重要的 照你这么说 韩国应该没有 什么学习房吧 这一说 没有学习房 学习房很少 学习房 除非是那种 就是在首尔那边 比如江南 或者是他们 有那种名校的 这附近 我知道的 据我知道的 就是在仁川那里 有一个很有名的 它是那个国际 学校的一个区域 那附近的这个 就是阿卡特公寓 价格会很高 因为大家搬到那里 就是为了给孩子 有一个学习的环境 所以那附近的 基本上那个 房子就吵起来了 但是大部分的 百分之七八十 或者甚至九十的 这种都是很一般的 没有什么学区的 这种概念 因为都是一样的 韩国女性离婚率 离婚率最高的是 在哪个年纪呢 在五十多岁 离婚率最高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妈妈们 都是在那个年纪 把孩子都已经 两大成人了 送去大学以后 这个时候才离婚的 因为这种家庭的矛盾 是几惨起来的 你想妈妈们 手里没有经济权 对吧 她们工作呀 没有经济权 那要看丈夫的脸色 对吧 丈夫挣多少 就是花多少 但是她还要 不停的24小时去工作 那你说哪一个女人 她再有那个能力的话 家庭在伙母 她心中还是有 委屈或者是什么的 所以一般的 我所以说 韩国的妈妈们都很 就怎么说伟大 我感觉牺牲的自己 比较多 然后年轻的时候 孩子还小 那肯定是不可能离婚吧 这种改变 这种经济状态 要有两个孩子 也不可能有直接自己去工作 自己去学习充电 然后能搞到一份 很高收入的工作 对吧 这个是都不行的 所以就是怎么说 牺牲了自己的人生 然后成全孩子 然后等孩子长大了 她再选择自己的人生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 可是等到50多岁的时候 她基本上 她一辈子都没有工作 然后一直靠 家父的收入 那她离婚的时候 靠什么生活呢 这个你在韩国的时候 你也能了解到 其实韩国就是说 除了很政治的 高位的这种工作以外 像这种儿吧 就是很打工性质的工作 非常多 对吧 那么一般像妈妈 到50多岁 基本上比如说去食堂啊 去做什么普通的保洁啊 什么都是一个月 一两百万是OK的 但是就是很辛苦了 就是很辛苦 所以挣个零花钱 生活费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没有问题 就是有多想 多讨厌这个婚姻啊 50多岁离婚干那么苦的 对啊 对啊 所以这个也直接影响 女性的地位 你想啊 女性她没有更多的时间 去充电 去获得更好的 一个社会的地位 那么同样的 在她年纪大的时候 更也没有资格去 跟男人去抢这个社会地位了 所以女性在韩国来说 如果年轻的人 她能比如说每个月 她的那个叫什么 月薪很高 那么她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她没有家庭 就是很独立的 她不结婚 或者没有子嗣 没有孩子 她不需要为家庭付出 更多的牺牲自己的时间 那么她有更多的时间 去为自己的人生做选择 那么这种女强人型的 在韩国是很多的 是很多的 然后第二种呢 还有一种 就是我见过的 事业也有成 家庭也好的 那是什么呢 就是家里的父母牺牲的很多 帮助照顾孩子 基本上就是女性像 我认识的比如说像教授呀 或者是什么医生的这种职业 或者是比如说什么 做就我认识的 比如像主持人啊 他们那些人 他们怎么能做到 自己又光鲜亮丽 然后挣钱又多 社会地位又高呢 就是说他们在尽量缩短的 来养育孩子的这个时间 可能孕期包括生下孩子 一年两年 然后马上就回归到工作岗位 那么孩子全部交给家里的老人来照顾 这个是需要老人他能来帮助 这个 所以这个养育的这个时间 基本上自己并没有尽到责任 对吧 所以自己来有时间腾出来 这只有这两种人 剩下的大部分的普通人是不可能的 就是现在明星他们打广告 后外面的就是韩国女生 他们追求的是一种逻辑感 就是看起来像没化妆 状态非常好 但是呢又感觉你的皮肤很通透 很清澈很干净 所以这个叫裸基感的这种东西啊 这种感觉是现在流行的时尚 现在很多女性啊 他们都是说很忙 首先 他们没有那么大部分的金钱 或者时间去投资在这个美容院 去做皮肤护理 那么大家追求的是什么呢 短效的 暂在时间就有效果 然后方便的 我不需要很复杂的仪器啊 什么多少的在那躺不到两个小时啊 什么的不用 然后这个是 就是说这两个是需要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看起来很自然的 这个是流行的趋势 我一看 你看你的皮肤状态 看起来就很年轻 但是你说你动过刀吗 看不出来 但是就是很自然 这种状态